开始 是吧 还在一直讲死寸呢 告诉你就今天一会儿讲到12点 还讲吗 下午还有两个 所以死寸是很重要的一个类 那然后现在看一下 死寸类的一个常用方法二 用了两个小时 给大家讲了死寸的常用方法 一共讲了七个方法 然后是带来大家看了一下 它的一个圆码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常用方法二还有这样的几个方法 第一个叫start width 是以什么什么样的字符串开头 结果返回处 然后呢 以什么什么样的字符串结尾 然后这叫substrate 叫结局子串 int begin in dance 开始位置 然后还有两个参数 你从哪个位置开始一直结到哪个字符串 到哪个位置 也说从这个字符串当中 截取一部分出来 下面这个叫to lowercase 这个叫to uppercase 就转化成大交鞋 然后这个trim 叫去掉字符串前后的空格 中间不去 听清楚了吗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样的几个方法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样的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start width starts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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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以什么什么字符串开头 那你比如说我在这写 str.start 你把这个字符串 写上 he 就是你的这个字符串 是以he开头的吗 是 然后呢 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它的结果是要 true 那我的这个字符串 是以eh开头的吗 是以eh开头的吗 不是 你看一下它的返回值是false 那现在你知道这个方法怎么用了吧 就你给定一个字符串 我来判断这个字符串的前头是什么 前队 什么开头 那这个让你去写代码会写过 好像跟数组还是有关系 便利数组 然后呢 比较 是不是啊 便利数组 然后说比较这个字符串当中前面是不是有这两个字符 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圆码 它的圆码是这样写的 starts位置它又掉什么了 它又掉什么了 它又掉用了本类当中的带有两个参数的方法 看到没 是不是啊 掉用了本类当中带两个参数的方法 第二个参数传的是不是零 所以你记住了 那我们去找 掉的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代码不多 我们能够看懂 然后在这的时候 我还是在这给你看吧 还是在这给你看吧 然后呢 那我们传过来的这个字符串应该是谁 你传过来的这个字符串叫hello word 是吧 然后你传过来的这个所以是谁 零 然后它在这的时候就是数组 那也说你的ta这个数组当中的内容是这样 你的ta这个数组当中的内容是这样 你的ta这个数组当中的内容数就是我们的hello word 然后呢你的这个to它的值是几啊 零 是不是啊 那然后紧接着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的这个呢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一个的value都付给了谁 好 那这块不断 这个value 这是不是hello word hello word是谁 等会儿 这个ta是value付给了ta对吗 你要知道value是谁 value是不是这个字符串数组啊 所以这叫hello word 那这也是一个字符串数 这也是一个字符串的外流 那这是谁 这个咱传过来的不是hello 这块咱们传过来的是he 所以你在这个pa这个数组当中 它的内容是谁 h还有谁 e 然后呢你的po它直接给付的是多少 0 那你这个pc是谁 你就它起的这个名字 你瞅瞅的玩意啊 tapapc 这都什么名 猜吧 然后这个是这个value.lens 那它的值pc的值就应该是几 那然后这个你直接不用看 这个if直接不用看 是程序的健庄性的 因为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传过来这个参数不对 你传过来参数是一个小微量 或者是大于这个速度长度就不对了吧 建庄性代码删除 那然后下面这段代码 认识不 它叫-pc pc pc是几啊 先写什么 -pc -pc 那就是2 2-就变成谁 1 那你的第一次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直接在这给你写了 你的第一次的时候是谁 是我们的这个pc 是eva 那也说1大于等于0的结果为处 将执行我们的well循环中的代码 对吧 well循环中的代码是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它写的是ta 2加加 2是谁 0 先是0吧 加加完之后是1是吧 如果要是不等于pa pa当中的是0 所以为0的位置 那他们得到的结果是谁 是不是h不等于h h不等于h的结果为什么 false false false说明这个if没执行 对吧 这个if没执行的时候 直接下一次-pc 那pc的值就是谁 0 0大于等于0的结果为处 然后呢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是ta所以为几的 1 ta所以为1的 要是不等于啊 pa所以为1的 那这块是谁和谁比 1 1 1 不等于1的结果完 false 是不是h 那然后紧接着开始 再检点pc 那pc的值得是谁 负1 负1大于等于0的结果完 false 我们的well退出 退出之后 那我们的直接返回谁 就说明你的字符相等 相等 相等 那实际上 判断以什么什么为前缀 就是进行比较吧 但是这个循环我们说这个循环执行了几次 循环执行的是啊 两次 循环是不是执行了两次 因为pc的长度就是几啊 啊 是不是啊 也说你的首字母比一下 第二个再比一下 发现现在你给我传过来的就这两个 我比完了 发现还真是相等啊 那是不是就是你这两个字符开头的 我看这谁啊 我看这谁给他笑啥呢 这笑给你了 所以呢 这个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以什么什么开头 那这个方法你现在知道怎么判断了吗 如果让你自己去写会写吗 让你自己去写的话 你是不是也是把它整成数组 然后再变利 对不对 那这个叫以什么什么开头 再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方法叫什么 叫and with 以什么什么结尾 end s 那这个方法你会写吗 你说如果让你去写这个方法 你应该怎么写 str.and with 你是以ld结尾的吗 你说你会写吗 是吧 还是变利啊 那然后现在你看吧 一点开and with 一点开and with 他给我传的是这些东西 这都是什么呀 这我们的第二个方法 end s wit 他掉的是这个 这个好像见过 他掉用的是不是start with 掉的是start with 都不这次 那然后呢 第一个字符 第二个字符 第二个是 embraced iar 你传过来这个字符的value.lens 什么意思 那也就说我们的代码现在是这样的 你传过来的这个叫rd了 对不对 你传过来这个不再是0了 那这个是谁 value.lens value是10 那你传过来的这个的lens是几 那你的这个位这个是几 8 这是不是8 那然后紧接着我们看 你把这个他付给to 那这就是几啊 8 剩下不变吧 剩下不变吧 那然后在这的时候 那循环就不是这么写了 那循环应该怎么写 这儿 -pc 那这块的时候pc还是多少 pc还是2 减减就什么 也1 大于等于0的结果为处 大于等于0的结果为处 开始执行这个意思了吧 那这回不一样了 你看一下 那这回是ta ta是什么 处加加 是不是先从8开始 8和谁比 8要是不等于p当中 所以为几的 0 这是所以为0吧 那然后呢 那我们说你ta当中 所以为8的事情 0 1 2 3 4 5 6 7 8 是谁 l 它的意思是l 你要是不等于 那所以为0的 所以为0的是谁呀 所以为0的 是不是你ta 你是不是这个 这个数组当中 pa这个数组当中 所有为0的 是不是l 你的l相等吗 L和L不相等 反过结果是谁 false 那然后紧接着 减减就变成谁 pc就变成零 零大于等于零的结果 错 那你这个时候 ta就是谁 9 要是不等于pa当中 所以为1的 那这个是d 不等于谁 d的结果完 false 你下次再写pc的时候 就是-1 大于等于零的结果 为false 循环退出 循环退出 是直接返回的是什么 错 那也说 以什么什么结尾 它是怎么比的 你不是以ld结尾吗 ld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是2 而你hello world的长度是几 10 10减2 就你从第8个开始比 是不是 从第8个开始比 然后从第8个开始 每个对应位置上和你要比较的ld 是一次去比较 说白了 你以什么什么结尾 它实际上操作的还是谁 数据 是不是 操作的还是数据 只是你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你传过来的这个叫做什么 传过来的这个字符串叫ld 那字符串的长度是10 去减确它的长度是2 那得到结果是几啊 8 就是从你的这个原字符串当中 所以为8的位置 和我的这个新字符串当中 所以为0的位置开始比 是不是 那它调用的还是我们的start的位置 是不是还是调用上面这个方法 那再继续看 下面这个方法叫substrate 叫结局子字符串 叫结局子字符串 那我现在结一下 叫str.substrate 我从哪个位置呢 01234从5这个位置开始结 问你新字符串是啥 你数一下吧 word 多少 新字符串的内容为 012345 是吧 有同学说为什么word 那你又错了 他的结果不是一直在给你强调 字符串叫长亮 其实只能共享不能被更改吗 当你结局出来的字符串是不是叫word word是一个新的字符串 你有付给引用吗 没有 如果没有付给引用的话 那它是不是还是helloword的 对不对 那你可以直接放在这里打印 输出是没完 等会吧 我给你付一下吧 付给了一个新的字符串 s 那你在输出s的时候 s是word str依然是helloword 能理解这个概念了吗 所以它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一个什么 新的字符串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概念 就是字符串叫只能被共享不能被更改 一旦更改了那就是新的字符串 听清楚了吧 那这个substrate让你去写你会写吗 substrate让你去写你会写吗 substrate让你去写你会写吗 把这段代码拿过来 代码拿过来 所有的义父判断直接删了 这义父判断删除了吧 这义父判断删除了吧 然后你发现里面就这样一会儿啊 你传过来这个begin index 现在先看一下你传过来的是几啊 你传过来的是5对吧 那然后现在呢 它在这写的是 那这话就是 value.lens减去beginindice value.lens是多少 10 10减去5 等于几 5 那也就是说 int sublens是几 5 然后呢 它下面用的是一个三目预算符 它的意思就是 你的beginindice等0吗 你的beginindice等于0 你是不是从0开始结局 一直结局到最后 你就是当你自己呗 那然后你的beginindice 咱看是5不等于0 那不等于0的话 它这块干啥呢 它执行的是后面代码吧 nus准 nus准写了一个value value是数组 然后beginindice是5 然后呢字母串的长度是几 5 哎这是啥呀 这不是结局 这个是 它使用到了一个字母串当中 用死寸类型的第一个参数 要一个差类型的数组 第二个参数是要一个start的位置 开始位置 然后第三个要理的是一个什么 interlens一共多少个 它调用的是死寸的构造方法 死寸的哪一个构造方法 死寸当 死寸的构造方法当中的 死寸的构造方法当中的 它用到的是这个构造 不是不是不是差 用到的是这个构造方法 给我一个差类型数组 我将从这个差类型数组当中的开始位置开始 开始获得 是从这差类型数组当中 得一部分来构造一个新的 净状 是不是它调用的是这个构造方法 所以老实说 它为什么得到的是一个新的净状 三八四寸 是不是叫字母串结局 结局子字母串 那它的里面的这一个叫什么 面团 start 叫开始位置 它调用的最终得到的结果 是一个新的字母串 这个新的字母串是什么 就是从差类型数组当中 拿一部分来构造新的字母串 能理解这个概念了吗 它还有一个方法 它还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写的 叫什么呢 叫str substron 你给我一个开始位置 我从5开始 你再给我到一个结束位置 再到8 是啥 先看结果吧 先看结果 它的结果是wor 那我们就知道 hello word 这是0 1 2 3 4 5 6 7 8 那包含5 但是不包含8 是不是 含头不含尾 那这个怎么写的 圆码会写吗 圆码是这样去写的 你把这个之间 把这段代码拿过来 然后紧接着把这些所有的衣服判断删除 是不是 那然后它叫and with减去begin indice and indice 咱们刚才传的是不是8 然后减去开始位置是几啊 5 那也就是字母串的长度是多少了 3 是不是wor就是3 那然后这个不用看 然后直接看这就行 如果你的字母串的长度等于 并且begin indice和速度长度相等的话 它就返回当前字母串 那然后现在你发现相等吗 不相等 不相等 因为我的begin indice是5 也不是0 而且我的and indice是8 也不是10 所以那它这个返回例子 就是不成列 它只能返回后面 而返回后面的这个东西 刚才说了 这是啥 从 差畏销数组中 获取 获取一部分字符 然后构造什么 四寸对象 哪一部分字符呢 哪一部分字符 你这部分的字符就叫new四寸 然后Y流是不是我们的差畏性数组 这叫做结局 这叫做结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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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 第一个叫什么 int start 开始位置 第二个叫int end 是不是叫结束位置 然后在这的时候告诉你 含头不含尾 它所最终得到的结果 为什么是一个新的字符 因为它在这寸定对象了 对吧 那这是我们的第四个方法 再看一下 下边叫to lower case 和to upper case 那这个你会吗 这个是第三个方法 这个是要编 四个方法 那下面的这个第五个方法 和第六个方法一起说 五和六叫啥 叫to upper case 那这个呢叫to lower case 你都知道了 它应该叫做转换成大小鞋吧 是不是叫叫大小鞋转换 是不是叫转换成大小鞋啊 那转白怎么转呀 str.to upper case 然后现在我们说我们的str 就变成什么鞋了 你说挖坑你就跳 挖坑你就跳 你不能不跳吗 嗯 挖坑你就跳 挖坑你就跳 你不能不跳吗 因为不是说了吗 字符串叫旗帜只只能被共享 不能被更改 你转成大鞋的时候 是不是又更改成新的字符串了 对不对 它又更改成新的字符串了 str.up 我就发现我只要我只要一挖坑你就可配合了 我一挖坑就跳 一挖坑就跳 那它得到的是不是一个新的字符串 是不是啊 那这个2upper case 咋写啊 这个2upper case 它调用的是本类当中的2upper case 那在这的时候不看了 这个代码太长 但是这个代码 无论是太长也好 实际上它所用到的原理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你看一下它不是原理不都在这儿呢吗 这是啥 根据这个锁银在数组当中取出一个来 取出一个来 再把这一个是不是转成大鞋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你让你手动去编写一个转大小鞋的方法会编写的 叫public stat public stat stat 这个尺寸 然后这块写啥呢 叫2upper case 是不是叫2upper case 你给我一个字符串 这是我给了一个字符串 你给我一个字符串的话 那然后我教你给的这个字符串 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什么写啊 变成大写对吧 那你在这儿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写这个叫做差 是不是一个差类型的数组啊 这个差类型的数组应该怎么写呢 叫str.2upper case str不是这个字符串吗 这个字符串叫2upper case 它就能够将这个尺寸类型转换成谁 转换成 转换成一个差类型的数组 转换成一个差类型的数组 那么基本上 就是在虎 sec 就是这种人造成一个差类型无尤为 链上 1こす 定 Tall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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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buf 当中所引为 i 的位置 就是吗 buf 当中所引为 i 的位置上的字符 你把它转成大写设 放到了数组当中 那然后最后怎么办 return new 尺寸 说反过一个新的对象 新的对象这写谁 new 插 不是根据一个新的差类型数组得到一个字符串吗 说得到一个新的字符串 那这回也就说我们要什么 调用自己手自解 手动编写的 转成大写的方法 得到的是一个新的字符串吧 得到的是一个新的字符串 那怎么写str 不能是str 叫tys的死寸2点 出 uppercase 你要转谁呀 我要转str 你是不是要把str 传过来这个字符串 转成大写啊 然后这回你再输出一下ss 你看一下ss 是不是大写的 hello world 那你看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手动编写的这段代码 你看一下实际上是不是还是在操作差类型数组 那小写的方法会写吗 小写的方法你就直接把它改成谁 to lowercase就行了 是不是 直接改成to lowercase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那咱们那个方法就不写了 可以吧 那最后的时候一个方法叫什么 再看最后的一个方法是叫trim 那这个叫67 那这个叫7 叫什么trim 你叫trim 告诉你它叫干什么 它叫去掉字符串前后的控制 你比如说我在这写一个str 都不知道叫啥名了 s tr 4 我觉得应该没有4 那然后开始写了啊 你数得点啊 你数得点 1 123 我这空了三个空格 hello 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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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现在多少了 16 123 多少 19 是应该19了吧 那输出一下str 4点lens 看str4点lens 然后那输出19不对 是不是 那然后现在做什么 你不是trim方法叫去掉字符串前后的控格吗 str4点trim 是不是 那然后现在问一下长度是多少 19 你看 这回没人跳了 这回没人跳了 19 你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再把它复给s加4 这回再复给s加4 它的长度就应该是13 因为把前后的去掉了 但是中间的去吗 它只能去掉字符串前后的空格 而不能去掉中间的空格 那这个方法 trim 你会写吗 trim 你会写吗 看一下在这儿 这是谁 这个长度是多少 19 长度是不是19 你会写了 然后紧接着 那开始复制 那我的这个 那我的VAR这数组当中的内容就是啥 VAR这个数组当中的内容就是 空格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我的那个hello呢 是不是这三个了吧 然后是不是hello 这没完事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完事了吗 没有 没有 是吧 后面再加仨空格 别别多了啊 数着点数着点 一个 两个 三个 是这些吧 那这个是我VAR这个数组当中的内容 对吧 然后再写的是st st 是0 st 小烂次 st小烂次 st小烂次 st小烂次是谁呀 st是0 那他的这块的意思就是0 小于0 小于10 并且谁 VAR ST ST 是多少 0 不是0吗 st 29 忘了 然后这个是 那并且是他吧 并且他第一次循环的时候st不是0吗 是吧 0你要小于等于 也就是说你所引为0的这个位置上 要是空格的话 什么操作 什么操作 没有操作 直接st加加 是吧 直接st加加 那你第二次的话是谁了 你第二次的话是1吗 1小于19 并且你的VAR VAR所引为1的位置 还值 还真的是小于等于 空格 你知道他这块比的是啥吗 这块比的是阿斯克马值 你所引为0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空格 对不对 空格在这去比阿斯克马值 那然后紧接着下一次循环的时候是谁了 2 2小于多少 19 然后并且VAR 所以为2的这个位置上小于等于空格 这是没有问题 然后紧接着3小于等于19 结果为3小于19结果为处是吧 然后呢 并且VAR所引为3的这个位置上小于等于空格 那这个不对 VAR所引为3的这个位置上应该是谁 它的内容是H H小于等于空格吗 不小于不小于是不是这个循环退出了 对不对 当我循环退出的时候 ST是多少 当我循环退出的时候 ST是几 3 3 你不是3小于等于19的时候发现这个条件不成立吗 那然后是3小于19 那这块并且人家是这样写的 并且什么 VAR叫Lens减1 Lens是多少 Lens是Lens是多少 19 19 19减1是多少 18 那你这个18小于等于这个空格吗 那咱们看一下10 18是谁啊 18应该是最后的一个 数组的长度是19 最后的一个下标数18 是不是啊 那你18还真是这样的 那然后紧接着 那再继续 你下一次循环呢 LN减减了 LN减减了 你在这的时候是4小于19 等会啊 你这个等会是4小于19吗 还是3小于19 因为你的ST没有加加没有做任何操作 是不是啊 那然后你在这的时候并且是谁了 VAL 那这回你就说什么 Lens减减 你就应该上18减1 小于等于空 18减1是不是都是谁啊 18减1 是不是所以为17的 而所以为17的 你这个是所以为18 这是不是所以为17 还是空格 还是空格 是不是还得继续 还得继续 3小于19 这个没变 这个没变 ST没变 ST 这个变了 这块是多少 18 那这块是几 17 那你这块的时候 我们的VAL 那这块是多少 17减1 是小于等于空格 小于等于空格 那就16个 所以为16的位置上 你发现 这是18 17 这是不16 是吧 那循环 是不还得执行 那循环还得执行的话 那这块是3小于谁 16了吧 并且谁呢 VAL 那这块是16减1 小于等于空格 16减1是15 15的结果是谁 D VAL 15的直为D 那这个循环就结束了吧 这个循环结束了 然后它说反乎 它是这样写的 是ST大于0 你发现你的ST是多少 3 3大于0 或者是LEN LEN是多少 16 没减最后一个没成年 16 16小于多少 19 是吧 16小于19 然后你发现 那它的结果就是为谁 TU 为TU的话 SU SUB 它执行的是 SUB尺 STLEN 那ST 那在这儿的时候我们看 你的 你的这个时候 它得到结果数 调用了一个SUB尺方法 那你的SUB尺当中 ST是几 3 然后REN呢 16 那它将进行从3的位置开始截取 所以为3的位置开始截取 所以为3 这是0 1 2 这是不所以为3 从所以为3的位置开始截取 一直截取到谁 16 那不包含16的 不包含16的 不包含16 因为是含头不含尾嘛 你这个是18 这是17 这是16 那你含头不含尾 是不是截到这儿 那就是hello word 它而且它这块写的什么 掉的SUB尺 你知道SUB尺的最终 是不是你有对象 所以得到的是不是一个新的字符串 是吧 得到的是一个新的字符串 所以那也就说我们的这个TRIM这方法叫去掉字符串前后的空格 它是怎么去的呀 我 它叫去掉字符串前后的空格怎么去的 怎么去的 实际上去掉字符串前后的空格 它就是什么 判断前后有多少个什么空格 然后掉用谁 然后掉用SUB尺 干什么 截取 说掉用SUB尺这个方法 你进行截取啊 进行从你的原字符串当中 所以截取出一部分了 截取出一部分了 怎么办 重新构造 尺寸对象 因为你的SUB尺的最终结果 SUB尺的最终结果 是不是创建对象呢 对吧 所以那这个是老师给大家讲到的 我们SUB尺类的常用方法二 讲了几个方法 七个 七八个吧 因为最后你的 不是还有 不算一个了吗 是吧 那这个是我们所使用到的 SUB尺类当中的常用方法二 都用到了谁 SUB尺类的 SUB尺类的 还有什么 你发现这个 最终所调用的 是就是SUB尺类的 能把尺寸直接转成 差类型的数据 直接能够把尺寸转成 差类型的数据 能听清楚了吗 咱们最后老师再给你加一个方法 最后再给你加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最后 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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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也得送 赠送 赠送 一个方法 强制送的 不要 这送还写字卷 赠送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guide bytes 叫guide bytes 就sutr等于什么 Welcome to Beijing 这是不是写了一个字不串 不能叫str了 我就不相信 四个s 这是不是写了一个字不串 然后呢 你可以这样写 ss.guide bytes 他就能够得到一个byte类型的数据 就是将字不串去转byte类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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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死寸数转成byte类型数据 你再去便利这个byte类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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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你便利出来的是979899 是不是就这abc的ask码值 对不对 那也就说在这的时候 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概念 在这的时候我先把它给你粘过来 这个是赠送 不要也送 赠送的方法叫gaterbyte 是不是 那现在的时候我开始跟你说 我们在这的时候 来吧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第一转换 我们要做转换 怎么转换 插 如何一个 将一个插类型的数据 如何去转成死寸的 对象 第二个 如何将死寸对象 去转成一个差类型的数据 第三个 如何将byte类型的数据 去转成死寸对象 第四个 如何去将死寸去转成byte类型的数据 我便能换 对象 Hello ç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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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Bite类型数据 然后如何将四寸去得到Bite类型数据 GiteBite 这是不是转换 就是各种转换 然后再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转换 就是什么 任意的数据 任意的数据类型如何去转成四寸 看四寸 看四寸 四寸的Go 四寸的方法当中最后的方法可好了 最后的方法可好了 你数吧 Bite X Double Float Int Long 123456 这是六个 不是八大基本数据类型吗 这怎么是六个呢 少谁了 你有没有发现少一个Bite和Shot 为什么少Bite和Shot 为什么少Bite和Shot 因为Bite和Shot直接印它不就搞定了吗 你不Bite自动转印它 Shot是不是也可以自动转印它 然后老师写的是任意的数据类型 这任意的数据类型是不是就包括基本数据类型和引用数据类型 你所有的引用数据类型之间一个搞定 你所有的引用数据类型之间一个搞定 是不是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多探 负类 object的做Value off这个方法的形式参数 那这个Value off这个方法前面都加上static了 说明Value off这个方法得怎么用 是不是使用尺寸点 那如何将各种数据类型和尺寸类型之间转换 它用到的方法叫什么 尺寸点Value off 里面是啥 啥都行 基本数据类型没有问题 引用数据类型也没有问题 因为所有的引用数据类型都是object的子类 直接或尖尖子类 对不对 所以你任意的数据类型如何转成死寸类型 你所用到的方法就是死寸类当中的Value off方法 用到的就是这个方法 强大把这个方法写完 那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死寸类老师就给大家讲到这 我觉得讲的已经够详细的了 把里面的所有的方法 你把人家祖坟都跑了 把圆满都给跑了 你把人祖坟都给跑了 那但是我们要求是什么 要求是死寸类当中的方法会使用 就是说死寸类当中的方法会使用 我们说调用就可以了 求长度调用Lens 转叉类型的数据叫Tur-Tur-Chall-Ray 但是它底层是怎么转的 不管 底层是怎么转的 不管 但是我带你看圆满了 是不是 带你看圆满是想 是想扩大你的头脑当中的代码量 但是你对死寸类的要求是会使用方法就行 好 好来 那现在老师把笔记关了 你继续去看死寸的圆满